很多人习惯每天喝咖啡 听说可以保持整天好精神 台湾也有庞大的咖啡市场 但是想要喝一杯现泡好咖啡 需要花费不少金钱跟时间 为了提供经济便利的新鲜咖啡 黄芯跟环球四方两家公司合作 共同开发出麹畅七水冷泡咖啡贩卖机 2017年4月28号 还特别在台中市西屯区福星路的冯甲商圈 举办全台湾第一台冷泡咖啡自动贩卖机发表记者会 环球四方执行长蔡念彤表示 这款冷泡咖啡最大的特色 就是保留咖啡原有的营养成分跟风味 也可以用热水回冲咖啡包 我们做冷泡的话 它我们就是特别研发就是不苦不涩 它喝了入口会回甘 这是这样的就是打这夏天这个市场 在冷泡咖啡自动贩卖机的记者会中 还有青春阳光又有活力的模特儿 在现场向大家推荐这个独特的冷泡式咖啡机 执行长蔡念彤说 现代人因为生活工作都相当忙碌 这款冷泡咖啡自动贩卖机减少了等待咖啡冲泡的时间 而且以经济实惠的50块铜板价格 就能品尝到一杯高级的阿拉比卡咖啡 享受香醇浓郁又悠闲的美好咖啡时光 那我们冷泡的话投币是做贩卖室嘛 那投了一瓶 那我们消费者的话就是带着随身走 那喝完的话三角包取出 放屋保论杯 然后又是一瓶 把那个热水加热又是一杯 就是因为全台湾第一台冷泡咖啡贩卖机 所以记者发表会现场吸引很多人来品尝 执行长蔡念彤说 黄鑫团队经过长时间不断努力 才研发出这款冷泡式咖啡 还荣获2016年台湾之光咖啡达人奖项 目前已经计划在全台湾各地 设立冷泡咖啡自动贩卖机据点 也希望有更多人一起加入连锁店 共同推广台湾新一代优质的咖啡文化 记者陈文旭 郭佳生 温淑化 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